休赛季沉寂两个月 终于来了一个足够分量的大交易 纽约送出前锋Julius Randall 特意Donter DiVincenzo 一个底薪炮灰 外加一个受保护的手轮 换来了明尼苏达的四届全明星 Call Anthony Chons 对这笔四幻的交易 很多媒体看法差异巨大 有人认为纽约升级的阵容 剑指冠军 也有人认为狼队才是血战的一方 当然也有人认为俩队就是在瞎搞 那么这笔交易到底谁赚谁亏 今天车时就和大家一起 360度拆解这笔重磅交易 纽约修赛季都市的首发中锋 Hardinstein对他们来说非常伤 他们原来的首发中锋 Maitre Robinson出情非常糟糕 上赛季只打了31场 季后赛只打了6场就废了 生涯出群力只有65% 考虑到他只有25% 所以未来出情状况不容易乐观 而且最新消息是 米切罗开赛依然打不了 纽约虽然修赛季引进了顶级3D 布里提斯 但首发中锋是个大窟窿 阿兰德是标准的大前锋 无法摇摆到5 他们总不能让张学友去打5吧 那么招募一个可四可五 能打全职中锋的球员 是他们的最大需求 世面生这种球员并不多 顶配的应该是阿德·托昆博 MEP级别的45-100人 再往下就是AD和温曼亚马 这三个人可以认为是联盟中 45-100的天花板 如果在降低眼需求到全平级级别 人选依然不多 只有布尔尼迪斯 切特 萨莫尼斯 阿德巴约 埃文莫布里 以及唐斯 前五个人都是非卖品 这里只有唐斯是主队想卖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 纽约交易唐斯可以说是必须要做的交易 如果不交易 他们常规赛会面临没有首发中锋的窘境 张学友可能真的要去顶中锋 那用什么人来换呢 兰德尔肯定是第一筹码 OG和布里奇斯双侧翼肯定要首发 张学友和迪文庆座也完全具备首发水准 而且这些人偏向于3D 更能为布朗森服务 兰德尔作为一个副攻守 在这支球队并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兰德尔加炮灰能换来唐斯 那么纽约确实可以算大赚 阵容大幅升级 但狼队不可能这么借卖唐斯 于是迪文庆佐加了进来 迪文庆佐上赛季打出了顶级的角色球员水准 上赛季他可以算是角色球员第一射手 三分总产量紧随库里和东基奇 每百分和三分出手更是超过了K汤 巨大产量之下能投出40.1%的三分用率 简直强大 有人觉得他只是投射大年运气好 但我认为他跟库里学习了投篮姿势之后 投射水准确实有明显提升 就在迪文更是打出了场均17.8分 42.5%的三分用率 加上他随着引上的领防和卸放能力 现级段迪文已经是联盟中最优质的3D之一 甚至有用无球打产量的前置 另外迪文战术一时也很好 作为角色球员能少而听的处理球 这种级别的球员实际价值已经超过了2000万 但接下来他仅有一份千万出头的合同 交易价值极高 从纯资产角度 纽约加上了迪文挺左 那这笔交易就不够赚了 迪文这种超高性价比的合同 是很多争冠队都梦寐以求的 但为了有一个中锋 纽约不得不这么干 而加上首轮我认为就接近亏了 只能说纽约太需求唐斯了 狼队趁机宰了他们一笔 那么新的纽约是否像有些媒体人说的 成为了东部第二热门呢 我看未必 确实纽约解决了中锋的问题 唐斯可四可五 既可以和米切罗搭配打四 也可以占全职五 但唐斯的弱点也非常明显 他的防守无需多延 在五号位上无药可救 以至于狼队要搞来 Ruligal Bell来拯救球队的防守 在纽约有OG大潮 这对顶级侧翼防守组合 场合赛 唐斯打五可能身后还有人能帮他补 但在季后赛 他会成为巨大的弱点 防挡拆会被后卫找 单防字母哥 或者9LMB 都会被严重压制 如果米切罗健康 唐斯去打四 可能情况会好一点 但以单防四号位而言 唐斯也不见得比篮德尔强 纽约的内线防守依然非常薄弱 相比上赛季有哈腾 降级会非常明显 防守降级 那么能不能进攻打一切呢 好像也很难 唐斯是一个一流的进攻中锋 三分历史中锋第一 高产高效 出手无需调整 天生克制蹲坑型五号位 同时他也具备一手 猪突猛进的定点突破绝技 无球威胁相当恐怖 绝非篮德尔可比 他在场肯定能优化纽约的空间 但也要注意 唐斯这几年 错位打前锋能力已经大幅下滑 就在打不动 比自己矮持十公分的P9华盛顿 只能去点名后卫 另外他进攻犯规过多的问题 也始终存在 并非一个顶级金融球员 比篮德尔好 也就好在投射 而且 唐斯这几年基本上不打手底手 顺下也多以外拆为主 前场版这两年也完全稀烂 米切罗前版率19.7% 哈腾14.8% 兰德尔作为四号位都有6.9% 而唐斯只有5.8% 布朗森为核心的球队 非常强调产量 需要大量前场版 而唐斯并不能提供这一点 西伯都的球队 强调后卫当核心 内线大量参与掩护和守地手 哈腾是一个完美人选 而唐斯并不擅长此类工作 他做掩护 要么外拆 要么就是错位惩罚 不见得能完全发挥 布朗森无限开发的威力 唐斯在狼队时 和西伯都关系也相当一般 他曾经说 西伯都的执教方式 对年轻球员不尊重 是对他们发展的侮辱 虽然后来关系和解了 但西伯都他的执教方式并没有改 唐斯过得依然不会太舒服 另外唐斯自己的出勤也没有很好 上上赛界缺了接近50场 上赛界又缺了20场 20和21年缺勤都非常多 在西伯都这种操人大师的麾下 他的健康状况并不乐观 有很大的伤病患 只能说 交易来唐斯比原来没有中锋 好得多 但真有多强并谈不上 和东部几只头部队伍比 纽约并没有什么领先优势 这笔交易他们确实不得不做 但是他们也损失了优质资产 而且没有一步到位 直接获得市场上最领先的人才 他们最多只争冠第二季队 而且并不算二季队的领跑者 很多人觉得狼队唐斯走了再无争冠希望 我倒觉得不一定 狼队要交易唐斯主要是因为他的合同太大 本赛界他薪水达到了4900万美金 而接下来三年每年要拿5500万美金 从纯实力角度 唐斯是一笔溢价合同 而且从出勤和战力角度 29岁的唐斯不会进步 他能维持就不错了 考虑到戈贝尔还有两年的顶薪 杰登里德的薪资都大幅上涨 他们未来操作空间会举步维艰 而且随着唐斯合同越来越大 想交易他就越来越难 送出唐斯可以说是他们想维持战力 和解决灵活性的唯一办法 有人说也可以送出戈贝尔 但戈贝尔是狼队的防守根基 他的重要性显然大于唐斯 而薪水和年限都低于唐斯 是我也会交易唐斯 交易走唐斯想维持战力 那么就要补一个4号位 联盟中顶级4号位 诸如字母哥 KD 塔图姆之类根本没可能 西亚卡姆 戈登这些球员都是正面资产 也换不到 唐斯作为一个偏溢价的合同 只能向下交易 兰德尔的纯实力确实不如唐斯 但他依然是一个首发级别的大行动 兰德尔这几年水平起步很大 21年和23年他打得非常好 EPM超过3 都入选了最佳阵容 数据荣誉双丰收 按照这两年最佳阵容的水平 兰德尔高低也得签一个点心 但因为他之前合同比较低 他最后的薪水也就2800万 而且合同年限很短 到明年就结束了 从合同角度而言 兰德尔是一个正面资产 从打法来看 兰德尔的投射远不如唐斯 定点三分这几年命中率在35%上下 空位把握度也一般 但这个人这几年 练出了一手中等水平的单打技巧 可以以中等效率 在轴区消化不少球权 纯持球攻击的能力 限决战唐斯不见得在兰德尔之上 兰德尔技巧赛总局缩水严重 也有对位太难打的因素 一年要打阿德巴约 一年要打骑士双塔 身体素质完全被压制 但他遇到寻常风险并不吃亏 二三赛界打波士顿四场比赛 他面对杰伦布朗 塔图姆 格威 霍福德的轮方防守 能以超过五成命中率 场均攻下30分 他用速度和跳投打老货 用身体强冲双碳花 而且兰德尔也不是 每次遇到身体难 必然被压制 上赛季打面尔罗基 面对四号位天花板字幕哥 兰德尔竟然纯拼 对位轰下了41分 力压字幕的35分 以前他可是被字幕哥完全压制 这场比赛找回了不少场子 有人会认为没有唐斯 狼队就打不过丹佛 但兰德尔一身满力 速挫防也能顶一顶 毕竟防御其核心还是戈贝尔 金刚端唐斯本来也打不了格登 兰德尔打挡拆 错位找侧翼和后场 同样具备杀伤力 可以说兰德尔是一个略微削弱 但性价比极高的唐斯替太平 不见得会削弱太多战力 而拿到狄文轻作可太爽了 狼队本来就缺投射 这次直接来了一个 联盟第一角色球员射手 狄文会让狼队的阵容更具弹性 他可以打替补 狼队维持拥有首发 加强轮换深度 他也有可能直接站上首发 让艾德华兹持球 拉满进攻空间 毕竟康利也太老了 如果主打蓝灯尔挡拆 戈贝尔主要去空切和抢成长板 康利也不是非得站首发 狼队这笔交易 唯一阵容略微削弱 但心惊空间大幅优化 阵容弹性小有提升 把一个溢价合同拆成了两个正面资产 顺带还撸了一个首轮圈 我认为是一笔相当不错的交易 而且狼队也不见得打不过担负 也未必冲不出西部 艾德华兹戈贝尔的双核体系人在 纳兹里德 杰登 康利 狄文勤索 戈里桑的沃克 都是优质的角色球员 再加上一个偶尔能打出 全民心水准的兰德尔 依然是西部一致敬礼 如果艾德华兹的进攻能再进一步 夺冠并非毫无机会 仔细一看 我认为这笔交易还是很有想象力 解决了两队最迫切的问题 从极战力层面 狼队稍有削弱 纽约稍有增加 但都没有质变 从资产角度 狼队大赚 纽约小亏 总体是一笔很合理 而且对准的交易 长期而言 我会更看好狼队 只要西部杜这个操人大师还在 那么纽约的健康问题 就是他们的阿卡留斯之中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